褪色作曲 蔡國柱 填詞 小萍 Slimping Tea 這首歌的chorus 我覺得寫得很好 我已經記得了 這是我們經常找歌的最重要 就是聽一次就已經記得 我覺得情緒也上了一層 就是在那個節奏一直建立到chorus 很明顯的層次 我經常說的層次感 這個是去到chorus 是好像上了一級 我也挺喜歡這個chorus 暫時聽起來 剛才這兩首歌 都是有一個通病 就是演繹的層次比較單調 是舒服的 我知道這歌是越舒服的 在舒服裏面 它不發展 在一個現場 我們上次幾年前 每個幾年的比賽 因為有Live Band 有觀眾 有反應 又關了燈 又有燈光 這件事比較容易 可以提醒大家 譬如有時候 或者在這些比賽 現在用zoom 或者錄一個demo 你要自己 怎麼說呢 你自己感受自己一點 令自己的演繹更精彩 我覺得這首歌很流暢 不同的段落都很分明 這首歌給我感覺 就是很舒情 很舒服 那… 挺好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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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Gym是一個劉爾達的演繹 你這個 是一個 跳劑的 這首歌就是主唱的蔡國柱 他自己作曲 因為他這裏也有個優勢 因為他唱歌 聽得出他唱得很高音 所以他作這首曲的Wing Trip 也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是好的 盡量發揮自己的長處 至於歌詞方面 其實主題我也覺得不錯 退色這一點 唯一我覺得可以再有一點好一點 就是在於你的副歌的歌詞處理方面 你副歌的歌詞處理 其實你叫退色 你退色退色之後做什麼 你退色之後 你就要有一個真的顏色可以顯現出來 那為什麼不把這個概念放在副歌上表達呢 反而副歌你現在就用了是 慢慢地過每一天就像是等待愛的時間 就變成了這些很常見的情歌歌詞 就沒有什麼特別 我就覺得不如 你就將你的主題 就是真正你想表達的主題 寫在副歌上 我覺得整首歌的主題就會更加清晰 和可以更加高一個層次